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5月22日 美国总统拜登和韩国总统文在寅 他们两个人在21号下午进行了会谈 会谈之后才有一些消息透露出来 看来他们谈的给我的感觉似乎不太顺利 因为原定是谈20分钟 结果延长挺长一段时间 三个多小时五个多小时五小时四十分 那么他这会谈分三部分 单独会谈也就只有拜登和文在寅 这是最核心的 第二是少数会议会谈 少数人会谈 第三是扩大会谈三部分 不同的层次不同的人员谈不同的内容 说偷了最主要就是单独会谈 双方讨价还价 我估计单独会谈根据网上媒体报道的 说原定单独会谈就20分钟 最后加上不再预告范围内的午餐时间 一共37分钟 说是少数会谈及扩大会谈也延长了时间 进入移动时间 两位领袖在这次峰会会谈时间超过三小时 加上向韩战参战军人授予名誉会章 仪式 还有共同会议店记者等等 一共加起来五小时四十分 也就差不多可以六个小时了 这说明什么 说明一个是他们之间的谈判 非常重要 另一方面谈的就是分歧以前比较大 从目前我观察看 不像外界期待的那样 也就说文在寅似乎还是要脚踏好几只船 以前已经明确的表示了 无意加入四方国家抗衡北京 这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 一对一会谈这种内容 永远不可能完整告诉别人 这是核心的机密 但是可以猜一猜 不外乎就这么几个议题 一个是朝鲜半岛的无可化问题 这个面临着北韩的核武的威胁问题 还有中国的这个庞大的市场的 这个利用的问题 还有这个疫苗的合作的问题 还有这个建构半导体 因为它也可以生产芯片 除了台湾的台积电就是韩国了 所以这个高科技领域里 怎么样合作 还有电池供给网的建构合作 等等 不外乎这些问题 在这些问题上 从文在寅这个角度来讲 不想得罪中国 最起码不想明明地得罪 因为得罪以后对他来讲很不利 但是他也有一个最大的毛病 他亲公 那么这个选举即将来临 22年连任的问题 也是一个大麻烦 他出于两难党中 现在整个全世界都是反共 人人提及共产党都厌恶 但是他现在舍不得什么 在中国这个很大的一笔生意 因为文在寅已经进入了 总统任职的这个破压期 这篇有一篇文章讲 说面临了2022年 艰难的连任竞选 说是几个月前 他的政党在韩国 两个最大城市首尔和福山的 一次选举中失利了 那么他现在的确是 比较纠结 心里挣扎 比较难办 更不愿就是 明面地激怒这个总共 所以他这次谈 可能不像这个外界原先期待那样 双方能够非常强硬的 仿照这个日本和美国这样 大家都知道这个韩美 这个知道 大家都知道啊 这个美日峰会 这个他们这个谈的整个过程 是比较顺利 比较乐观 你从网络上的一些文章 还有图片就可以看到了 这个拜登 这个和这个文在寅这次 我认为还有略有不同 但是肯定 较至于过去 双方的关系 多多少少有一些推进 往前推进 或者说他们俩单独谈的时候 有个私下的约定 假如真是 中美开打的时候 这个韩国怎么办 韩国小国 夹在这两个专制的大老虎 小老虎在中间 首先 深受其害 能不能防备 第一时间啊 挨了之后 这个美国老大哥来救的时候 能不能来得及啊 等等的问题吧 我想这些问题才是最关键的 那当然了 他们两个谈的具体内容 不为外界所知啊 大概我所能猜的 猜想的 也就到此为止啊 但是他这里在这个现在网络上的图片可以看 就是他已经表示什么 表示要和这个北韩还要继续交谈 并不是关上大门的 这一点北韩也在注视着 在窥视 北韩也是很紧张 因为北韩和川普关系还可以 最起码往这个双方合作啊 融洽这方面走了一步 走了半步 我认为金正恩把握住机会 那个时候金正恩应该是答应这个 川普的条件 那就漂亮了 因为北韩的国家很小 美国要帮助建设的话 那就是从止痛书内滴一滴水就亮起来了 但是金小哥呢 这个在中共的忽悠下 还是手术两端 犹豫来犹豫去 就无核话也没答应 什么也没做 最后把这个 川普也得罪了 现在川普也下去了 拜登和川普不一样 拜登不好对付 拜登是老油子 川普是一个政治素人 没当过国 你说哪有这样的美国的大国的领导人 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领导人呢 这个单到植入啊 直接去找几个小国去谈 太给面子了 太屈尊了 但是他宁可为了和平啊 这个川普是宁可不在乎的礼仪 丢点脸 无所谓啊 可见他那个人是很好的一个人 很仁义的一个人 拜登不一样 拜登啊 内心的道道太多了 你要给习近平玩的 春节给习近平拜年 习近平刚刚这个 在政治局里吹完牛皮 随后就开始挨嘴巴 一个接了一个 你就可以看了 这个老拜登不好对付啊 所以这个金小哥的 现在肯定也是对文在寅访问白宫啊 那是肯定是非常嫉妒的 心想你呢 去访问不邀请我去 习近平更嫉妒 我这么大个国家 这个中华民族也复兴了 可以平死世界 又是东升西降了 反倒你抢了头功 文在也是很 很嫉妒 但没有办法啊 可见这个拜登 对中国立足 也还是 这个危罪堵截了 搞不好要开杆 因为他已经看到 这个 严利盟这个报告啊 和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 他有点也 伤心伤透了 他觉得中共的 集权统治领导人 不值得信任 也不值得帮助 基本上沿用了这个 蓬佩奥在尼克松 图书馆演讲的主题 就是把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分开 再进一步就是把习近平和中南海的其他领导人分开 那这个 这个拜登知道他将出什么混招 所以说 这个情况挺麻烦 我估计他可能和这个文在寅两个私下讲的话 肯定是永远不可能拿到台面上 那肯定是讲实质性问题的 就是说 要一旦开打他怎么打 一旦他首先这个遭到报复 美国这么一层面上解背 这是最主要的问题啊 而不是别的 另外就是文在寅怎么能保住这个 能选上这个总统 对不对 而且还有个问题 这个韩国的总统 退卸了以后 大部分都坐牢了 死的死 跑的跑 没有好下场的 文在寅心里也是犯和解 是不是 当那么一任总统 没有几年 风光了一瞬间 最后再坐牢 或者再出事啊 死于非命 就不值得了 所以他这也是比较难办 现在中共已经成了全世界头号的难办的题目了 人们对他又恨又怕 恨是因为他搞专制极限统治 把全世界整了进来给加拿大 这个怕的是什么 他手里有这个核武 再加上他绑架了这个14亿中国人 这个确实是一个麻烦 人们都在 垫量到底该怎么样的把它灭掉 付出最小的成本 是不是啊 所以他们两个人 文在寅也好 还是被等候不解谈的 最关键的就是 承诺着20分钟 最后延长了 延长到37分钟 一边吃了午饭 一边还在来讨论讨价还价 这的确是一个非常非常严峻的事情 近在支持 因为战争迹象来临 这个不要再忽悠了 现在就是这个 关于这个病毒是绕不过去了 所以这个作为北韩 这个南韩啊 也就过去 过去这个朝鲜半岛 这个事和我个人都有联系啊 因为我爸爸 踏上这片土地啊 贡献了青春呢 战友们死掉了 他他没受伤啊 但是他得了这个伤寒病了 就是在那个战场上 因为走的时候没有 没拿衣服穿嘛 就是都都穿单衣 上前线了 干了冬天 从此以后闹着疾病了 到了晚年 动不动就浑身发的我 上寒 盖了好 盖一床大被 两床被也都发的我 我想 我就想问那小时候 问我爸爸 你这怎么回事 爸爸 他说哎呀 那是美国佬啊 投的那个细菌 细菌战 投一些这个细菌下来 完了 给整的 我爸爸被共产党骗 后来我看了很多资料 不是怎么回事 他主要是 这个忽悠老百姓啊 保家卫国 太傻了就出发 那时候人头脑简单 结果把命打上了 他的战友们埋在那里了很多 所以我就不主张战争了 我爸爸为什么给我起 我起个名叫维护和平 就这个意思 但是习近平 又要打仗了 又要当世界老大 把美国这个惹弄了 这个是人类的一个悲剧啊 一个人他没有悟性啊 就是说 有了点钱 就想在整事这种人 就是世界的大麻烦 但愿这个拜登和文在寅 有个好的方案 能使中国老百姓 服输最小的代价 终结共产党的统治 那么今天的海外其他节目 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